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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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 重建群玉阁居然会引出那么大的怪物 说实话 我还以为群玉阁要再砸下去一次呢 事情是解决了 但除了那种大乱子 真不知道海灯节能不能接着办下去 我们去问问凝光小姐 今年海灯节的情况吧 这份通知送去总务司 让他们把上面列出的各项工作整理安排给各部门 凝光小姐 嘿嘿 我们又来玩啦 贵客来访 怎么能说是打扰 看你们的样子 是来离乐过海灯节的吧 是啊 今年海灯节 你们都在忙什么 还是老样子 各种杂事 对了 总务司今年策划了一场烟花会 值得一看 海灯节向来以放飞明霄灯为节日重点 但最近离乐发生了许多事 我想 人们需要更多温暖与团结感 所以我认为 至少今年 我们要采取更特别 也更贴近每一个人的庆祝方式 将烟花送至离乐各处 选择合适的时间全数点燃 让更为炽热的光与热 连接起人们的情感 这便是总务司的决定 烟花 我们在别的地方 似乎也见过烟花哦 离乐的烟花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烟花这一事物 最早是从离乐的某种发明演变而来的 离乐祖先创造烟花时 为它取名爆竹 它能发出强光与巨响 可用于驱赶毒蛇猛兽 或是仅是他人 早年人们在外耕种 联络不变 爆竹一物 应能发出巨响 必要时会被用来传递信号 离乐港正式建立后 人们生活好转 不再敢往百里之外的土地耕种 渐渐的 也不再靠爆竹防身 但仙明手持爆竹艰苦啃荒的精神 被延续下来 作为一种习俗 流传在民间 爆竹便是烟花的前身 我们改良了爆竹 放到海灯节期间燃放 以这种形式来纪念仙明们的奋斗精神 真厉害 离乐的东西都好有历史渊源啊 相信你们也已经习惯了 历史越久远 不然 土地上的每一件事物 就会承载越多价值 这便是离乐 烟花相关的事物 我交由克勤负责了 如果你们对烟花感兴趣 就随我一同去见她吧 竟然是 有历史渊源 不然 还有 蝾花相关系 不然 让你们不吝点 也只能待过他 与两个价值本人 然后 荒野兵 参加兴趣 对准备高射 至少主要是大家 可以跟着你们有此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不知烟花的地点还得再加几个 眼光要全面,不能局限在城里 难道青色庄的人就不过海灯节了吗 但,但是大人,这样的话,预算就 预算是什么 是办好某件事最合适的量 如果你认为现在的预算不够办好这件事 就向总务司提出申请,重新核算审批 我们的目的是办好这些海灯节 预算是为了更好的规划,不能本末倒置 是,我明白了,客亲大人 嗯,安全第一,务必保证 凝光,旅行者,难得见你们过来 旅行者是来参加海灯节的吗 刚好,再过不久应该就能准备完毕了 复合烟花布置,再检查一下相关设施 算是日常的小工作 恕我直言,这类工作交给下属处理也行 你已经连州转了好几天,也该休息了 小事而已,无妨 恒一,劳烦你重新做个规划,总结成书面报告,递交到总务司 我去城里看看烟花布置点的情况,稍后回来 旅行者,你是贵客 适逢佳节,还请留在城内,好好享受节日氛围 恒一,我交代你的事都记住了吗 是,记清楚了 好 宁光,旅行者,告辞 宁光大人,还有这位旅行者,我就先不打扰二位了 客情大人跟我讲了好多计划 我得重新去写一份计划书,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哦,对,差点忘了 旅行者,这里有个烟花筒 客情大人之前提过,你可能会感兴趣 让我留着它,等见到你就交给你 有动手能力的人,有了这个 就能亲手调配制作属于自己的烟花了 你要是有时间,请务必试试 刚才我完全插不上话耶 不对,应该说,我是完全不敢插话 你也这么觉得对吧 客情的气势比之前更强了 而且也比之前更忙 为什么呀 众仙家将礼乐港交由凡人全权治理 我们七星便担起了引导民众的责任 我们接手各个领域的重要工作 紧锣密鼓地安排各项事宜 话虽如此,事事轻微,人很费身 往年,海灯节相关的同酬事宜 都有江州负责 但他家中老富年迈 今年便请调去了其他部门 海灯节的工作便落到了我和客情见上 我担任总负责人 至于万众瞩目的烟花会就交给客情了 姿势体大 我认为应当托付给最可靠的人 而客情言于律己 又对工作充满热忱 是最佳人选 确实是非常严格的人呀 不错 对人对己都万分严格 以至于投入过度 连续操劳了好些日子 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过犹不及 是离乐人都该懂得的道理 我不是没劝过他 但他的性格你们也知道 巧舌如簧的人遇上客情 也是要碰一鼻子灰的 旅行者 你跟客情关系不错 有见识广阔 不如也帮我劝劝他 不愧是旅行者 劝说客情绝非易事 有你帮忙 我也安心得多 我还得回群于阁处理些事物 先行一步 客情的事 就劳你多费心了 你真的有办法说服客情吗 连宁光小姐都搞不定他哎 而且想要说服一个人 至少得理解那个人 现在的感受吧 客情现在应该是连续操劳 连休息日都没有 这么浅显的理解 根本没用吧 再想想 更重要 更深入的感受是什么 或者我们找个有心得的 可靠的朋友问问吧 啊 钟离 嗯 确实很可靠 就问他吧 他现在是往生堂的客亲 那我们就去往生堂找找他吧 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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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会 四名的夜晚更热闹了 哎 嘿 嗯... 二位好,請問有什麼事嗎? 柯芹跟堂主一起出門了 兩個人都出門了 難...難道他們是去工作? 堂主說是去散步 如果二位要找他們,可以去三碗不過港看看 听说 堂主经常去那一带 做宣传 唉 吃饱了 吃饱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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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菱儿 真亏你能想出那种烤鱼配蘸水的新吃法 特别是那碗蘸水 味道可真好 嘿嘿 那可是我的特制蘸水 味道当然好啦 干边绝云焦焦磨成粉 加蒜泥葱段拌匀 再加入盐 醋 酱油 最后以滚油调香 看似粗犷的手法背后 是厨师对口味与调料比例的精准理解 嗯 多一分则多 少一分则少 此位之 筋道 嗯 对对 怎么样 香菱儿 夸到你心坎儿里了吧 嘿嘿 怪害羞的呢 谢谢钟离先生 我觉得吧 我这个人已经很能说会道了 没想到跟你一比 还是不够看 唐主何必跟我客气 唐主的口才 整座里乐岗有目共睹 来来来 锅巴要来点什么吗 不用客气 本堂主请你 仗祭香菱头上就好 来 你们又在说什么好吃的啦 呀 是旅行者和派蒙啊 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 慢着 先别说 让本堂主细细算来 嗯 是来过海灯节的吧 一看就看出来了吧 还用菜吗 哎呀 这不是跟你们熟逗你们乐吗 你们来得刚好 我正在请大家试吃新菜呢 三碗不过港的老板给了好评 钟离先生和胡桃也都满意 但我总觉得还得请更多人试试才行 哎 怎么样 你们要吃吃看吗 要吃要吃 啊 不 不吃吗 好吧 那先办正事 许久不见 近来旅行可还顺利 如此甚好 所以呢所以呢 找咱们客气有何贵干呀 先说好 我们今天出门也有正事要办了 试菜只是顺便了 办 办事 不能是往生堂的事吧 明明在过节呢 过节也有生老病死是不是 别大惊小怪的 哎 好啦 吓唬你的 我是想着今天天气不错 出来看看街景 甚到宣传一下业务 你们聊着吧 我跟湘林去老板那边凑点茶喝 钟离忙完记得找我就行 可以 堂主慢走 旅行者 发生什么事了 旅行者 发生什么事了 旅行星为人刚正 又聪明勤勉 自是栋梁之才 不过 凡事均有动 还是身体要紧 对呀 对呀 你说话总是很有道理的样子 他应该会听你的吧 我若是阎王帝君 尚能说服他几分 但我如今是一介客亲 也得考虑身份了 何况玉行星和我并不算熟识 冒昧静言说教 只会招人反感 哎 那怎么办 旁敲侧击 祸可一事 要是有一个能让他动容的故事 就能将你要说的道理融入其中了 取才次生活便能赢得共鸣 话中谈及亲近的人事更能事半功倍 呃 是什么意思呀 旅行者果真是一点就通 寻些素材来吧 你若愿意 我也可以帮着提些建议 构思妥当后 将此故事经你之口 说与玉行星即可 玉行星与你有交情 要说人选 你最是合适 原来是这样 也就是说 找客情认识的人多打听对吧 从谁先开始呢 原来你们在这里 诶 可 客情 没想到钟离先生也在 上次送仙点仪 还是多亏了先生帮忙 帮了些小忙而已 玉行星不必客气 怎么了 你们的表情为什么这么奇怪 莫非是我来得太突然 打扰到你和钟离先生谈话了 抱歉 客情怎么突然想到要找我们 我来 是想请你们将我引荐给仙家 佳节将至 我要代表黎月七星 给各路仙家送些礼物 上次跟仙人们并肩作战的时候 他们不都见过你了吗 既然认识 直接去绝云街就行了 一面之缘而已 仙人们或许已经记不得我了 贸然访问怕是会惹人不快 所以我想 请你们引荐 才是最符合礼数的做法 甘雨这几天请假 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他 还是麻烦你吧 原来还要负责上门送礼 做七星可真辛苦啊 好 那便说定了 我先回去准备礼物 大好的节日 却要麻烦你陪着我东奔西跑 实在抱歉 我们速战速决 绝不耽搁你看烟花的行程 诶 一 一起吗 也好 等我忙完手上的事 就随你一起去 钟离先生也是 今年的烟花会质量不错 先生切莫错过 当然 多谢提醒 嗯 我先去忙了 旅行者 你准备完毕 直接来群玉阁找我吧 走掉了呢 欲恒星办事向来雷厉风行 令人安心 钟离你也很可靠啊 对吧 城门夸奖 刚才说的事 也请二位记在心上 等你们搜集了足够多的素材 我们可以约在此处 再做商讨 以买贵花同在 欲买桂花同在 却 余买桂花同在 他便可能还能够 说:「咱们一起去 请有钱大弱 吧 却 顽 顽 顽 一切都不瘦 哪有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牙蝶 我看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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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想去哪里 如果想有莉莉悦名胜的话 我有一些不错的参考方案 为流通而造的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真是少了很多东西 与先前相比 如今这座群玉阁里少了许多东西 我收藏的许多书籍 家具和小饰品 都随着那座群玉阁坠入海中 这些物品大都在那场大难中毁坏了 少部分幸存的散落在海面上 极难回收 只有擅长水上工作的人 才能替我办到这件事 只是 不知道北斗能不能把他们都捞回来 你让北斗去捞那些东西了吗 让这个字不够精准 我们之间向来是公平交易 除了钱之外 还有其他的报酬 这些事 复杂着呢 总之 北斗现在正在孤云阁一带 你们若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 说不定 你们也能帮到他的忙 北斗正在孤云阁那边帮我打捞散落的群玉阁藏品 别摆了 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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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麻烦的女人 那座群玉阁在海上撞了个粉碎 里面的东西肯定也都被撞坏了 怎么可能捞得上来 旅行者 你们怎么来了 啊 你来得正好 现在全船的人都出动了 人手实在是不够用 你看 我连星宴都拉来帮忙了 对啊 星宴怎么会在船上 难道是有演出 是啊 虽然也算不上正式音乐演出了 是北斗姐说想办宴会 请我来唱两首歌 但什么都还没开始 忽然有个自称是宁光秘书的人过来 把北斗姐叫走了 是叫百文还是百小来着 有些记不清了 反正就是宁光又突发奇想 要我帮他到海上打捞藏品 作为交换 他会支付一大笔劳务费 既然资金到位 这活儿我们接就接了 打捞啊 必须得用小船 船队里能动用的小船都出发了 不过眼下还缺一艘 你有船 那正好 我们就做你的船出海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量嘛 早点忙完 我们才好回来半宴会 庆祝过节 哇 一招 一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旅行者 那群盗宝团怎么去岸上了 他们大概是想去和同伙会合吧 旅行者 把船再开快些 我们追上去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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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 过去 把你 推阻前 胖 胖不掉了 快去把卡门哥叫来 卡门 这名字怎么这么奇怪 我的老熟人了 没想到他也来了 开锅了 开锅了 女侠选错了 我会跟上的 风雪的缩影 尝尝 尝起来吧 没有关系 聚收并蓄 天动万象 双寒化生 我会跟上的 嘿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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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板 灯火 蹦蹦炸弹 噢 弹起来 弹起来 哼 哼 哼 迷奸不摧 哼 开锅了 开锅了 嗨 闲刃无扰 鲜 及人免遥 咦 哼 哼 鲜 鲜 鱼 鲜 鱼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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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弹 嘿 停手 都给我停手 你们这帮不长眼的 连裴斗大姐都不认识了吗 嘿嘿 裴斗姐 这么长时间没见 你身手还是这么好 卡门 一段时间不见 你怎么又胖了不少 再胖下去 你躲在草丛里的时候 可就要藏不住自己了 您说笑了 说笑了 说正是吧 这些东西我要了 把东西放下 我不为难你们 是是是 都听北斗姐的 把东西都放下 东西都给您放在这儿了 那 兄弟们就先告辞了 居然答应得这么爽快 跑得也很利落 别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了 我们快点去海上接着打捞吧 对了 还得把这些东西搬上船才行 哎 旅行者 过来搭把手 搭搭搭 啊 海面上好像飘着什么东西 看不太清啊 捞上来再说 来 换我掌舵 旅行者 星雁 你们快去把那些东西捞上来吧 看前面 就是盗宝团的法子 但是上面怎么没人 应该是卡门的家伙 把自己的人都撤走了吧 算他识相 我们继续前进吧 收拾得再快点 零碎的小玩意儿就不要了 挑值钱的带走 再去几个人 把船赶紧装好了 都给我停下 东西也都放下 别 别斗姐 您 您怎么来了 溜溜 你在这里做什么 兄弟们这不是撞了大运 从海上捞到了点好东西吗 别斗姐喜欢什么 随便拿 就当是兄弟们孝敬您的 是吗 那这些东西就全都留下吧 您多少得讲点道上规矩 兄弟们忙前忙后 好歹得喝一口汤吧 这东西不是你们能碰的 我再说一遍 把东西放下 然后有多远滚多远 这 不太好吧 啊 北斗姐 不然我们在 哼 看来你是在拖时间呢 那也别废话了 来吧 我们过两招 啊 这些家伙跑得也太快了 算了 反正他们也没带走多少东西 但这里有这么多东西 你的那艘船应该也装不下了 这样吧 把你船上的那些东西卸下来 都放在这里 按照打捞计划 海龙他们的船应该会经过这里 到时候我让他带我们回去 旅行者 你先回群域阁 帮我给宁光带个话 就说东西已经捞得差不多了 让他把报酬都准备好 嗯 那就拜托你了 卡门和溜溜都来了 难道那位盗宝团的大姐头也来了 必须得让海龙他们提高警惕才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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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